基努里维斯 提到这个名字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好莱坞巨星 赛博朋克2077 还是黑客帝国的救世主 而在最近几年呢 可能大家更耳熟能详的是 急速追杀里那个冷酷杀手John Wick 这部电影也带来了很多 对于这个角色的友好调侃 比如说他喂了一条狗而干掉了整个黑帮 西装革履 大杀特杀 狂拽酷线 大家都沉浸在激爽的枪战和动作中 而很少去想这部电影 他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 如果你认真的去看过这部电影 你就会发现 电影中他大杀四方的真正原因 是那条被杀的狗 是妻子送给他最后的礼物 也是他对于妻子最后的祭司 所以这条狗的死亡 无疑是对John Wick最后祭司的破灭 而崩塌带来的必然就是毁灭 可是在电影的最后 John Wick又选了另外一条狗来陪伴自己 是的 颓废之后 崩溃过后 生活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而这样的画面 其实也像极了 基努里维斯自己的人生 镜头前辉煌散药夺目 镜头后 悲观颓废没落 在赛博朋克的人生里 继续他那颗孤独的灵魂 近两年来 年过50的基努里维斯突然再次大热 多部热门作品著作傍身 在今年甚至可能出现自己主演的两部大热系列电影 《黑客帝国4》和《急速追杀4》同年上映对打的情况 即使去年电影行业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 基努里维斯也是占尽了风头 参演了多部电影 包括主演的《急速追杀3》 票房过3亿美元 而他在E3游戏展中如天神下凡一般的登场 也将赛博朋克2077的名声推至顶点 而现今的辉煌很难让人把如今的好莱坞大明星 和没落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但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伴随着他大部分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孤独 今时的辉煌是无法掩盖这个巨星感情上的没落的 似乎上天始终没有在感情上给予他太多的眷顾 面对着自己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世界给予他的却是一次次的失去 基努里维斯的生父在他幼年时便因为贩毒而入狱 让他从童年开始就失去了父亲的陪伴 而成年后的他最好的朋友也突然离他而去 1993年他最好的朋友瑞凡菲尼克斯在25岁的时候突然猝死 本以为一切的不幸在遇到此生的挚爱詹尼夫·塞姆时能够出现转机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却是更大悲剧的开始 1999年领友詹尼夫生下了他们的女儿 但不幸的是女儿出生时便是死胎 更加遗憾的是18个月后 挚爱詹尼夫也遭遇车祸而死亡 这对基努里维斯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他也为此消沉度日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一切给他的人生留下了长久难以磨灭的伤痛 但是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一切依然不是命运灾难的结束 此时他从小相依为命的妹妹也身患白血病 让这一切雪上加霜 很难想象一个人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 该如何好好生活下去呢 而在一次基努里维斯接受雅加达邮报采访时的回答里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当时他被问到 爱对你意味着什么 他的回答是 你知道我是一个孤独的家伙 我的生活中没有其他人 但是如果他出现了 我会尊重并爱护对方 希望他能降临到我身边 而这样的回答 也就让大家对他多了一分恻隐和怜悯 但是这些至亲的旅去 仿佛并没有阻止基努里维斯事业的腾飞 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 仿佛演艺生涯就一直持续在辉煌之中 从1980年16岁的他 一支可口可乐的广告进入演艺圈 然后他在舞台剧《狼孩》中 得到了生平的第一个角色 再到后期的《黑客帝国》系列 乃至于如今的急速追杀 他的事业始终如日中天 为他赚起了巨额的财富 在五光十色的好莱坞 赚起了巨额财富的好莱坞巨星们 过着深缩全马的浮华生活 已经是我们在各种八卦报道中看到的常态 他们住着海景的别墅 吃着高档的午餐 然后开着最新款的豪车 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和party之中 仿佛提到好莱坞的巨星们 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些幻想中的生活 而同样身为巨星的基努里维斯也是这样吗 也许他是一个异类吧 在成名后的几十年间 他都过着浪子般的生活 曾经在一家汽车旅馆一住就是九年 而如今的他也只是住在一个普通的公寓里 只因为买这套小公寓可以放下他的摩托车 人们也经常在各种公共交通上看到这个巨星 身边没有保镖 身上没有奢侈品 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 见到他简直易如反掌 甚至可能可以和他聊聊天 在基努里维斯47岁生日的时候 他衣衫褴褛地坐在马路边吃着自己买的蛋糕 蛋糕上还插着一根蜡烛 这个时候有粉丝走过来跟他聊天 他就把蛋糕拿给他边聊天边一起吃 基努里维斯就是这样的特别 在电影拍摄的时候 他可以是个性感英俊的贵族王子 但一转身就可能会以邋遢的形象出现在大街上 而这样简单邋遢的形象 甚至让基努里维斯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而这个符号的关键词恰恰就是孤独 基努里维斯曾经有一个相当出名的照片 是他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享用着三明治 当大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落魄和孤独感扑面而来 悲伤的基努一时之间成为了热门的文化符号 二次创作络绎不绝 渐渐的更多人能在城市的很多角落看到悲伤的基努 一样的一个人 一样的衣衫蓝绿 一样的简单食物 但是不论如何 他总是一个人安静的坐在角落 呆呆的出神 简单的衣服 简单的食物 简单的生活 如此而已 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怀疑 难道基努里维斯真的就过得如此清贫吗 拍摄电影所带来的巨额片酬都去了哪里呢 2003年基努里维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曾说过 金钱是我最不在乎的东西 我现在的财富已经逐够我生活好几个世纪了 金钱对我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捐了很多的钱 也只想过简单的生活 因为我知道 健康比钱更重要 基努里维斯对于金钱的慷慨是众人皆知的 他以身作则的把自己的片酬当做了身外之物 在《黑客帝国》系列拍摄的时候 他曾将电影7500万美元的片酬分红给工作人员 甚至为他当替身的12位演员 各买了一台相当昂贵的哈雷摩托车赠给他们 也曾拿出另外的片酬分给帮助过他 以及家人的另外一批工作人员 确保自己能够记住片长每个工作人员的姓名 此外 基努里维斯剩下的大部分资产呢 也都进行了捐赠 还亲自经营着一家慈善基金会 专门用于帮助儿童医院和癌症研究 但是他从来不放出自己的名字 我只是想让慈善基金会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感受到妹妹身患白血病的痛苦 她将收入的70%都捐献给了治疗白血病相关的医院和研究组织 而关于基努里维斯 无论是在片场还是捐赠的各种慷慨之举 细说起来真的是不胜美举 让很多人对于如此慷慨的行为而表示震惊 因为他真正做到了很多像他一样有名利的人做不到的事情 2019年纽约克写基努里维斯的时候取了一个很用力的标题 这个世界配不上基努里维斯 他身上有股醉落人间的男人的味道 他所有的表演都体现出一种另类的气质 是的 孤单有的时候是困苦的 但是困苦的人生不意味着要变得庸俗 在面对大苦大难的时候 能够放下心中的遗憾 转身面对新的生活 也许在基努里维斯的心中 他所面对的就是一片新的大海 而他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孤帆 虽然风雨飘摇 但未必就不是一段美好的旅程 因为对于具有伟大心灵的人来说 简单的生活其实本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也许孤独只是我们看到他的一种表面状态 其实坦然才是他内心真正的自由港湾 简单而不羁 洒脱而坦荡 在节目的最后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混乱颓败的赛博朋克生活中 那些简单快乐生活人们的生活真谛吧 人类也许生存在粗闭和庸俗的混沌之中 但是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文明和教化的光明 好了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踊跃转发点赞关注 请继续多多批评指正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I'm just different 一定要转发点赞关注